在這樣的敏感的時機點 任俊哥我們又看到的是 美國向西太平洋試射 義勇兵三型的洲際飛彈 說證明美國是有可靠有效的 這個核威社的力量 代表什麼樣的意涵 這一次美國空軍 他發了這個新聞稿 他是從加州這個地方發射所謂 義勇兵三型 他強調說他上面 並沒有搭載核彈頭 但是他測試了一個是配備 重返大氣層的一個測試載具 當然他飛了總共大概六千七百五十九公里之後 落在馬少爾共和國的那個群島 就是叫做這個嘉陵環礁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飛了蠻遠 那這次當然他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用下面這個來幫大家做介紹 那這個是美軍他所發射的 這個所謂義勇兵的三型的 這樣一個火箭 那事實上你會看到 在這個火箭上面比較大的 不一樣的是他的 在他的這個火箭上面 實際上裝了三個彈頭 那現在有些人認為說義勇兵系列 其實他從一型二型三型 他的構型算是比較老的 我所謂比較老的意思是說 因為義勇兵他只能裝三顆核彈頭而已 那在現在的大概到六顆七顆左右 六顆八顆大概都裝得到 可是問題是三顆核彈頭 基本上他的功能 那個性能已經算是很大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攻擊三個目標 那這一次因為在新聞裡面有提到一個說 他有測試了一個重返大氣層的載具 那這個其實也是美軍他不斷的在研究好 我們用這個圖來給各位看 這是義勇兵三型的這個火箭 他本身的這個構型 那一般來講 其實就他義勇兵來講 他會分成三 四種不同的型號 有大有小 可是差別就在他一節一節的這個狀況 你會看到他從第一節的推進火箭 第二節的推進火箭 第三節的推進火箭 到前面這一端 那事實上剛剛的彈頭的部分就是 跟那個多彈頭的部分 就是裝在這個地方而已 好 所以他的差別是什麼 什麼叫做重返大氣層的載具 過去我們在看到你的飛彈 即使我要打得很遠 我可能打到大氣層之外的時候 我就重返大氣層之後 你可能只有單一彈頭 只能攻擊單一目標 那早期的所謂的多彈頭的載具 是我攻擊這個 我雖然上面有三顆核彈頭 可是我的這個這個載具 我的彈錐打開之後 我那三個核彈頭 我只能攻擊同一個位置 可是新的載具 他變成是我可以設定三個不同的目標 也就是我現在用另外這張圖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他更明顯的你知道 這個是義勇斌三型的這個火箭 他本身的這個構造 可是當他發射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在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第一節火箭脫離 第二個階段第三節火 第二節脫離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的飛彈的鼻椎的部分 其實已經脫離 所以你看到這圖上面有一個三個彈頭 他就會直接打到大氣層之外 之後再往後打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隨著他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開始脫離 你看這個叫做重返大氣層的階段 可是他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事實上他可以在三個 因為你帶了三個這個彈頭 你這個載具設計完了之後 在這裡重新設定三個目標 也就是增加什麼 增加地面攔截的難度 我如果只有一個彈頭的時候 你只要 就很好追 我就追你一個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的攔截率如果是50% 我就打兩顆 我基本上攔截率就會變得提高 可是當我變成一變三的時候 當我變成一對三的時候 你從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當我開始設定的時候 我就針對三個不同的地方進行攻擊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美軍在後來的時候 一直在研究叫這個叫做那個載入飛行器 其他的概念就來自於這裡 就他重新設計這樣一個載台 當我的整個那個鼻椎罩打開完了之後 就像這個地方 就是我的前面的飛彈的彈錐打開完之後 在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多目標重返大氣層的這個載具 直接推進他的這個所謂的前面的那個三個彈頭的部分 所以他就可以怎樣你知道 早期的這個載具 因為他一直在改良 早期的載具是打到那個位置之後 他可能就讓他飛彈各自脫離 因為我的目標只要在三個彈頭而已 可是新的這個系統 是我可以在這上面再去設定這三個新的目標 所以你變成是你要追蹤 就變得比較難追蹤 那對於美軍來講 他當然這時候在show muscle 就已經不是在care說 他的這個所謂的義勇金三巡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比較說帶的彈頭數比較少 或是怎樣 因為美軍在做的事情是 我就真的實際打給你看 你剛剛提到這個這個東風十七 因為東風十七之前 大家也都討論過 說中國大陸是不是也在搞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這個飛彈要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他東風十七 在當時的時候 show的時候 show的很漂亮 跟人家講說 你看我們這個這個前面 他的飛彈很一樣 你看他這個東風十七 你就會發現他就不是多彈頭的 因為他在彈頭的位置 看起來是單一彈頭的 所以你看他的在這個 這個他的性能主義裡面 他會發現到他的彈頭做的是 類似像滑翔機的設計 他告訴你說 我到了這個目標的這個上空的時候 我的彈頭脫離出來之後 我可以讓我變成是可變軌跡 那我可變之後 我可以讓他 你讓你也是難以操控 可是這是單一 這第一件 第二件 你當時打的 你沒打過了 你在網路上 在任何的資訊裡面 他沒有試射說 我告訴你 我試射成功過 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這兩天才說有這件事情嗎 對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當美軍現在也告訴你說 我也打 而且你就單一彈頭 人家是有畫面的 我有三顆 我三顆砲給你看 而且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這次沒有帶核彈 但重點是 我的飛行距離有到這麼長 我飛了六千多公里 我從美國加州 打到你那個馬薩爾這邊 那你再看 如果真的他要設 他要做的話 六千多公里 那個半徑 那個一畫出來 你覺得他的作戰範圍 有到多長 這當然是一種 很實質的威嚇的狀況 雖然美軍都講 這個試射是早就已經排好了 跟最近的情勢無關 但誰會相信 周末晚間九點 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